这个兄弟发了一个帖子,说我资助了这个18年的这个小朋友 不是18年,8年 然后呢,他给做了家庭主妇了 在这个地方和陌生人说说戏里话,戏里堵得慌 我的故事是资助了8年的一个女孩,从她初三的开始 因为我们这边很多农村的孩子初中 初三是一个坎儿,很奇怪,好多家庭条件不好的 就不读了,出去打工了,他成绩不错,我感觉太可惜了 资助他是因为仿佛看到了以前的自己 差点没有书读,过着苦日子的自己 那怎么办呢,那到后来呢,这个女孩子做了家庭主妇 她说我太失望 这个帖子呢,被打架非常的热议 这个是一个叫蛮张贵没事的故事 是用个人的力量资助底层的女孩 通过读书上学 拓款了眼界人生的可能性 希望有一天呢,改变命运 结果事与愿违 然后呢,嫁了一个什么呢 嫁给了一个这个 比自己大13岁,经济富裕的男性 而且呢,就在家生孩子了 然后这个女孩呢,就像这个资助者叫陈果呀 说我只是把握了一次改变我的命运的机会而已 然后这个资助人呢,就觉得太失望 你玩弄我了 还配了一张图片 当事人都上图了 是他真图吗 还是这个 文章很长 是吧,这个被大家都炒热了 都经过艺术加工了 没有这人出境 都是这个网络独编 没有 下面的评论呢,也都是批评的居多 说这个 这里还出现了上野千赫子 说要毁报社会 我觉得上野千赫子这些个思想和言论 在有的地方是有益的 也许在日本国是有益的 在我们这里也变成有害的一个东西 等会我做完这个节目 我还会去做他那个上野千赫子的那个东西 评论的大概也都是支持他 真的是以劳动为耻 以资本为荣 或我也会失眠的 简直要把他踏上一只脚才过眼 那感觉就打击 仇恨 这个被资助的人,万恩负义 他变了 他堕落了 那这个事怎么看呢 首先做家庭主妇也是非常有成就的事 你再去做生意 所谓的你做为社会做贡献 如何如何 你再大伟大的事业 你没有人伟大呀 一个人安心的去陪一个人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 对社会来讲是非常大的贡献 对个人来讲也是非常大的成就 怎么否定这种价值呢 这明显的是把女性当成生产机器 这个是非常错误的一个看法 那再者呢 比如说这个资助者呢 他的愿景呢 就是我供你要读到大学 你要参加社会的工作 为社会的每一个人做贡献 做交易 做价值 我希望你是这种奉献 而不是做家庭主妇的那种价值 那如果是这样子呢 那你就和这个女孩提前有约定 是吧 你违反了 我会怎么来 处理你 你怎么来那个补偿我 这个是就是一个世俗的交易 它不是个善举 你就是你所谓的好心 你不是 你不是个好心 你就是和女孩要搭成一个交易 如果你说你是个善举 你把它看成你的亲妹妹 你把它看成了家人 就是他完成他的生命 他任何的他的生命的完成方法 你都应该支持 你就是他的哥哥 你就是他的爸爸 你不能说判断 你这个完成的生命 没价值 因为你可能信的是佛教 他可能信的是基督教 有可能你是有神论者 他是无神论者 这个你无法判断 他是 你可以告诉你自己 你判断他的这个完成生命的方法 不恰当还是恰当 但是你不能去阻止人家 一般的文明的 我认为 你就是他的亲爸爸 亲哥哥 你就是他的亲老师 你是他的亲老板 不管你是他的世俗什么身份 不管是什么样的位置 你都要尊重人家的选择 因此你前面捐助 后面呢 通过你的捐助 他完成了 他的那个生命的 之路的那个方式 他即便跟你不一样 你应该也开心 应该也接受 这个可以定理为慈善 就是完成他的心愿 我不是跟他做交易 就这么简单 这个有什么呀 是吧 但我觉得这里最大的漏洞呢 就是做家庭主婦是非常大的 对社会 对个人人生 有非常大的成就 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 是幸运 这个女孩 读了大学 找了一个有钱人家了 大13岁 那你们被奉为英雄的 那些个赌王啊 那些个杨振宁啊 那都大多少岁 你们没有说那个东西 你们去批评这个东西 那个不是主要问题 挺好的 非常好 这个女孩的选择是非常好的 我也不能说他完全的 就绝对的好 就是没有太大毛病 反而这个质疑的人 如果你是一个交易 你说你当初没有 给他有这种 相关的合同条款 你下次输意就完了嘛 你就笨蛋了嘛 是吧 你是定一个笨蛋的合同 你笨蛋了 你有何必 你到处宣传干什么呢 你忍着点 是吧 你长点阅历 就好了嘛 你说你是个善心 善心就更不应该再简化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